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老当义壮了 自从三胎政策开始以后 他们就开始想要生二胎 听我男友说 每天晚上只要一吃完饭 他爸就拉着他妈去造小人 有一次我去他们家吃饭 也是如此 尴尬的场面我都无法言语 这叫声让我们都欲罢不能 那天 我和男朋友刘显华正准备出去看电影 在门口换鞋的时候 突然传来一阵急促的敲门声 我俩面面相去 晚上八点了还有谁会来 刘显华摸了摸打满摩斯的夸张发型 痞笑着问我帅不帅 看我卖力地点头 得到满意答复的他乐呵呵地像个孩子 伸手把门打开 门刚打开 两团一大一小 黑漆漆地囚挤进来 直接将我们推抵在墙上 滚到沙发上拥促在一起 混乱的毛发里传来长长的呼气声 刘显华一脸猛 作为家里的男人 他将我护在身后 小心翼翼地走到跟前 问 你们是谁 听见他的声音 那团较大的 球 发出啜气声 蓬松的毛发中间 慢慢抬起一副陌生面孔 两行热泪在漆黑的脸上 留下平行的沟壑 我刚要上前问他是否认识这二人 刘显华像一个机器 直愣愣坐到地上 嘴巴里吐出我这辈子最难忘的一句话 妈 妈 顿时五雷轰顶 把我雷德外焦里嫩 眼前裹成球 黑得只剩俩眼人儿的胖女人 居然是刘显华的吗 那他身边的又是谁 正要问 那团较小的球 耸动一下 露出一张提包骨的老脸 和胖女人满脸要溢出来的肉 形成鲜明对比 眼前这阵仗 电影铁定没有心思看了 作为唯一一个存在理智的人 我迅速关上门 将刘显华从地上拉起来 再跑到浴室放上热水 刘显华僵得像一块木头 两眼无神地盯着他们 我试着水温还行 拿了一件换洗的睡衣 硬拉着刚落座的胖女人塞进浴室 先说 我可不是什么会伺候人的女人 只是不想他们脏了我的屋子 我叫陈之秀 这一年二十三岁 读书的时候 贪完了没有混到学历 初中就辍学打工 现在在一家烧烤店做帮工 白天帮忙腌制材料 串串 晚上端盘跑腿 在烧烤店 我意外与刘显华有了交集 他在街尾的圆通送快递 和我一样 也是早早就出来打工 没有家庭的庇护 有的只是一张与年龄不符的成熟脸庞 或许我们太过相似 变得惺惺相惜 认识三个月后确定了恋爱关系 在离他工作不远的地方租了现在的房子 虽然我们过得很清贫 一是一厅的出租屋也很拥挤 但刘显华像是一盏黑夜里驱散迷途的路灯 从他出现在我生活里 我枯燥的日子终于出现盼头 同样 我也成为他的细微晨光 与他相濡以沫 就这样 两个简单而孤独的灵魂聚在一起 我们成为彼此最重要的人 我俩虽然打工早 做得却是力气活 挣不到几个钱 为了生活有时候甚至打几份工 抠到从牙缝里挤钱 努力了几年 好不容易存了二十万 离首付却还差很远 半个月前我问过他 看他家里能不能帮衬一下 刘显华先是沉默了一会儿 然后才说家里已经没人了 我知道他父亲去世早 留下孤儿寡母 为了养活孩子 刘母在他十二岁那年 将他托付给邻居 一个人到浙江打工 每年寄一点钱回来 勉强将他的生活攻卒 但养一个孩子实在太费力了 加上不是自己的孩子 邻居并不尽心 想着天高皇帝远 一手拿着抚养费 一手将刘显华散养 刘显华很懂事 初中读完就主动辍学了 他不想让在外的刘母太辛苦 也因为寄人篱下的日子太难熬 与刘母一通电话后 他便踏上打工路 最后定居重庆 直到遇到我 我们房子首付不够 我以为这样问 他就可以朝在外打工多年的刘母身身手 毕竟亲生的 他总不可能坐视不管吧 没想到他却告诉我 早在十年前 刘母就结婚了 组建了新的家庭 他有了新家庭 也许又有了孩子 哪里还会管远在天边的儿子 听说刘显华已经在打工赚钱 刘母坦然了 心安理得地投入到新家庭 至此几年 二人再未通过电话 知道他家是这么个情况 我虽然有些不满 但也没办法 原生家庭不是他能选择的 婆家帮衬不了 我就开口向娘家借钱 好不容易凑了十万块 能付一套小房子的首付 昨天我们刚去看了房子 过段时间正式办手续 今天晚上当作告别住出租屋的日子 奢侈一把 打算到电影院看新出的爱情片 谁知就是这个时候 他消失了多年的亲妈寻来了 好歹是刘显华的亲妈 虽然又胖又黑出现在出租屋 他还是认出来了 待他洗完澡 刘显华的心情也稍微平复 烟啪啪的头发搭在额前 他不情愿地问 你怎么来了 他又是谁 刘显华抬眼 听着里面哗啦啦的水声 抬起肥硕的手指指着浴室里的人 那是我现在的老公 我在一旁咋舌 不礼貌地将他看了又看 一身肥肉 洗完澡后满脸油光 妥妥地富婆相貌 而那个被他称为丈夫的男人 瘦得几乎皮包骨头 目测有一百六十五高 却只有一百来斤 所以到底怎么回事 明明是进一家门的人 怎么体貌相差如此之大 刘母抚着他胖得流油的肚子 使劲笑 他爱吃素 所以瘦啊 听他说 他在半个月前 接到刘显华借钱的电话 才知道儿子打算结婚了 几年不见说不思念是假的 他跟老公商量 穿了五万块钱的红包 来给刘显华撑场子 一路舟车劳顿 终于来到人生地不熟的重庆 与浙江相比 重庆的路不太好找 费了很大劲 终于找到我们的出租屋 问及为什么弄得这么狼狈 刘母抹了抹泪道 还不是路上遇到了小偷 把我们的钱偷光了 终于弄清楚事情的原委 我与刘显华一同输了口气 作为刘家的准媳妇 对于刘母的做法 我还是蛮感动的 她千里迢迢来到重庆 也吃了不少苦头 我知道她为丢钱而很自责 便安慰道 阿姨 我们的首付已经凑齐了 你不用担心 钱丢了是小 人媒是最重要 你的心意我知道了 真的很感谢 你难得来一次重庆 和叔叔多住一段时间吧 刘母将我的手包 在她肥厚的手掌中 满眼欣慰 接下来几天 我像伺候亲爸妈一样 伺候他们 吃喝拉撒都过问一遍 生怕他们在重庆过不习惯 眼看到了夏天 温度逐渐升高 往年一到夏天 我们都靠心静自然粮来降温 他们来就不一样了 为了营造一个舒适的环境 我们一咬牙买了空调 又帮他们添置了衣服和起居物品 出租屋只有一个房间 便让两位老人住 我们在客厅打地铺 虽然拥挤 但我总算感受到了老辈子的关怀 漂泊多年 我和刘显华都很眷念这种感觉 并且他们的到来 为我们简陋的结婚添加了色彩 毕竟结婚需要双方父母在身边 但时间一久 逃不过婆媳定律 我们之间出现了问题 刘母喜欢在刘显华耳边窜多 让她买很多肉 回来堆在冰箱里 又要求我每天备上水果和牛奶给她吃 当初为了省钱买房 我们一个星期吃不上几次肉 更别说水果牛奶 简直是不可多得的真修 现在他们一来 伙食费陡增 最难忍受的是我们之间 口味不符 他们吃得清淡 我们喜欢吃辣 很多次做菜 我都尽量少放辣椒 她却指着我的鼻子数落说 蒸鱼要放糖才是原汁原味 出生在重庆 没有辣椒 完全咽不下去饭 心里直发慌 我们每天早出晚归 尤其入下了烧烤店生意好 喝夜啼酒的人多 经常半夜才收摊 不吃饱饭 哪里有力气干活 听我诉苦 刘显华说干脆以后 做一点清淡菜 做一点辣菜 反正他们早晚要走 我再多人几天 想着也是 不能还没过门 就把婆婆得罪了 那天过后我留着心眼 每次多买一点菜 在锅里翻炒熟透 先把清淡的摇起来 然后使劲放辣椒 翻炒 最后盛起来 我和刘显华两个人吃 刚开始问题貌似解决了 直到有一天中午 刘显华吃着吃着 竟然发出干呕 冲到厕所一阵呕吐 出来就指着我的鼻子骂 说我辣椒放太多 气味把它熏吐了 我站二和尚摸不着头脑 头一遭听说 一盘辣菜 能把一个不吃辣椒的人熏吐 才几天 我们之间就出现了问题 狭小的出租屋内 弥漫着尴尬的气息 最后还是刘显华 想了个法子 端了根小板凳 让我和他到厨房吃 我是这个家的女主人 为什么我要到厨房吃 看他唯唯诺诺地站着 我气不打一处来 正打算吵架 脏话都堵在嘴边了 又不得不咽下去 我打小就知道 婆媳关系难维持 哪怕过得风生水起的 烧烤店老板一家 婆媳相互帮衬 把店里的生意 打理得有模有样 暗地里还是和别人说 对方的不好 不过他们很会做人 有气都放在心里 并不发出来 家庭氛围非常好 烧烤店的阿婆告诉我要 学会多多包容 不要把人想得太坏 这样日子才顺心 这句话不无道理 哎 谁让她是刘显华的亲妈呢 小心翼翼 伺候了他们十多天 终于到了办手续那天 我和刘显华都请了假 早早地赶到楼盘 那边接待的人员 已经准备好 跟我们商量了细则 就正式签合同 终于要有自己的房子了 我正兴高采烈 却看见刘显华和刘母 在嘀咕什么 凑近去听才知道 原来卡里的三十万只有二十七万了 怎么回事 我几乎吼出声来 我不可能洞里面的钱 唯一有可能是刘显华取走了 他取那么多钱干嘛 伴随我的一声声质问 他的脸上腾起一阵阵红韵 一一压压的说不清楚 扯了老半天 才知道原来那笔钱真的是他花了 刘显华低着头 媳妇 买空调 花了三千 你不是也说过 咱们搬了家 就把空调拆掉搬过去吗 不亏不亏呀 这个我知道 还有二万七呢 他蹲在地上掰着指头算 一笔一笔账 说出来 每多一句话 我就激了一股气 最后整个人都快爆掉了 原来他之前有心给二人买衣服 刘母却说 自己一直穿名牌 穿不惯便宜的 让他多拿点钱 到专卖店里买 刘显华起先是不同意的 奈何他一把鼻涕一把泪 说要不是丢了钱他 才不会伸手要 自己辛苦 把他养大这点钱 是该得的 到时候 见亲家才有面子等等 刘显华越听越有道理 想到这么多年没有尽效 索性给了一万 结果没过几天 他又来要去一万 剩下花掉的钱 全花在给他买补品 牛奶 进口水果上 我这才知道 刘显华 一直花大价钱 给他们买零食 统统堆在衣柜里藏起来 不让我看到 仅仅十四天 两个老人花掉了我们一年 也花不掉的钱 我瘫坐在地上 啜泣着 不为其他 只为离房子 越来越远 除了那三十万 我们没有多的钱 甚至连婚礼钱都没有 我本来觉得 双方父母吃个饭 就可以把婚结了 婚礼三斤这些华而不识 统统都不要 只要有自己的房子 能过日子就行 没想到在寿楼处 刘显华送给我这样一份大礼 我不甘心 非要跟刘显华闹 把他的手臂拧红了一大块 他也不说话 就随我闹 就在这时 一向不爱说话的公共开口了 他一张嘴就是别角的口音 好像是在安慰我不要着急 说着他立马坐下拖鞋 在鞋垫下面掏出一张带有味道的存款单地 非要给我 我接也不是 不接也不是 肘一拐 让他交给刘显华 看他心满意足地笑了 才问到底是怎么回事 他说得不清楚 连贯组织起来 大概意思是 这点钱 他被在身上应急 没有被小偷拿去 现在看我着急买房 才拿出来 既然身上有钱 为什么要把自己弄得惨兮兮的 像一个乞丐似的出现在我家门口 我正想问 他又说 这里面有三万块 你拿去 不过我有个要求 房本要加上我和你妈的名字 怎么可能 我们出了二十七万 他们出三万 就想分一半的房子走 如意算盘 打得也太精了 没有任何商量的余地 我表明态度就是不答应 最多不过不结婚 我还乐得清静 可是一想到不和刘显华结婚 我心里空落落地 在看他一脸的焦虑 更心痛 你叔叔毕竟不是刘显华的亲爸 他想要个名字 也是为了自己有个保障 再说了我和他并没有孩子 以后这房子还不就是你俩的 刘母殷切地牵着我的手 秀秀 妈的名字不写 就写你叔叔的名字 你看这样行不行 我正要开口拒绝 刘显华说话了 秀秀 要不答应 他们吧 就加上叔叔的名字 我们也好快点 拿到房子 否则 这房价还不知道 涨得有多快 我盯着买房合同 又看着刘显华的眼睛 我知道他也想 跟我有一个安稳的家 就像刘母说的 他们没有孩子 这房子最后还是我们的 我实在太想要房子了 也不敢再等一年 赚够这三万 万一到那时房价又涨 拖过去拖过来一辈子 也买不起房 好吧 我终究还是妥协了 同意加上叔叔的名字 合同终于签订 但由于楼盘负责人自己的问题 要过几天才能交钱 虽然我总觉得不太对劲 心里说不出的难受 但看着刘显华开心地 像个孩子 又觉得好像一切都挺值得 勉强扯出笑容 在他们的拥促下 回了狭窄的出租屋 踏过门 我又被压抑得墙壁束缚 头顶天花板可处 脚下地砖满是裂纹 我不得不感叹 买房实在太正确了 心情也稍好了一点 要说什么事促使我们分手 还要从一张报告单说起 看了那么多年肥皂剧 我第一次见识到什么叫做艺术源于生活 电视里演的从来不是作戏 那些丑恶的事真实地发生在我们生活中 刚把烧烤店的卫生打扫完 我就有点不舒服 一想到立价已经两个月没有光顾 多半中奖了 我请了半天假回到出租屋 翻箱倒柜把之前没有用完的验运棒找出来 竟然一不小心连带出一张检查报告单 上面赫然是刘母的名字 我不是很懂 便拿起手机百度 令人咋舌的是 已经四十九岁高龄的她 竟然怀孕了 更可怕的是她患有严重的内分泌疾病 捏着检查报告 我抱着头蹲在地上痛哭 刘显华在上班 俩老人指定出去购物了 风掠过狭窄的走廊 发出刺耳的呼啸 显得我更加孤独无力 现在细想起来 一切有迹可循 阴谋从那个晚上就开始了 她们是不是来恭贺新婚的未知 是不是有那笔丢失的五万块 也未知 刘母的肥胖不是因为吃得好 而是患病引起的内分泌性肥胖 她怀孕四个月左右 因为太胖了看不出来 她不是被我炒得辣菜腔道 而是孕途反应 她要求吃牛奶和水果 也是为了补充营养 我猜他们来并不是 为了祝贺我们结婚 而是在浙江穷头末路 接到刘显华的电话 向抓住了救命稻草 千里迢迢到亲儿子 这里奋一杯羹 等我和刘显华结婚 他刚好可以生下孩子 若我因此要离婚 那么他们拥有三分之一房产 若我忍了下来 等他们将来老了 房子涨价 这三分之一归属于 他肚子里孩子 好一招暗度陈仓 算计到自己亲儿子头上了 用三万换十万 亦获一辈子的保障 实在太可怕了 我缩成一团瑟瑟发抖 竟不知人心险恶至如此地步 缓了许久 我才反应过来 必须立刻解决这件事 我打电话将刘显华叫回家 把报告单给他看 给他讲清楚其中的利害关系 想听一下他是什么看法 然而他并不惊讶 更令我没想到的是 他默认了他们的做法 只是跟我保证 一定劝刘母把孩子留掉 我笑了 看着他似乎波澜不惊的脸 那一刻我发现原来一直都看不透刘显华 是啊 没有他提供地址 他们怎么找上门的 没有他劝我到厨房吃饭 恐怕早就因为运土路下了吧 没有他出钱 哪里来的营养品 没有他劝我 我怎么可能迷了心窍同一家名字 我想所谓的买名牌衣服的两万块 也只是找理由说给我听 实际上进了谁的腰包还不知道 这家人太会算计了 差点就差一点我全盘皆输 我承认真的很爱刘显华 为了我们的生活 我可以起早贪黑 可以省吃俭用 可他回报我的是什么 算计和隐瞒 我与他相如以沫多年 却不如摇隔千里的亲妈 我忙到半夜才找家 却不知有多少个夜晚 他们聚在一起商量如何给我下套 前一瞬间还在想如何与刘显华商量对策 后一瞬间就知道自己才是那个局外人 一切太突然 又合情合理 不管怎么说我还是输了 而今只想及时止损吧 我提出了分手 他不同意 他认为婚后和老人住在一起 无可厚非 毕竟是中国的传统 我最失望的是被算计 有这次就有下次 万一他舍不得打掉那个未蒙面的手足呢 到时候谁扛 算了 分手吧 这一次 我带着前所未有的决绝 事情已经过去了三年多 到底怎么回事我也不想去深究 我组建了新的家庭 万幸当初只是长时间熬夜劳累 导致激素失衡 而立价推迟 现在我和老公张和有了一对可爱的双胞胎女儿 日子过得辛苦但却快乐 因为分手 买房的是不了了之 我要回了娘家的十万 和自己的十万块 当天就离开重庆 回了外婆家 疗伤一年才再度回来 听市场里的人说 刘显华一直单身 带着一大家子租房住 刘母肚子里怀的是男人唯一的孩子 他非要生下来 最后劈了半条命生个儿子 却因为他自己带病 孩子一出生就是傻的 眼下他要治病 孩子要治病 后霸重度营养不良 一家人的开销落在刘显华头上 有时候在想如果没有刘母来搅和 我和刘显华是不是早就结婚了 这个恐怖的想法一出来便立刻叫停 已经忘了当初到底有多爱 只记得得知这个滑稽的真相后 有多无奈 我也曾想过他 要是不知情 就当什么也没发生 把人轰走就是 可怕之处就在于 只有我一个人蒙在鼓里 哎 过去了就是过去了 世上没有后悔要 是啊 大概他现在也在想 世上没有后悔要吧 总有一天 你不需要轰轰烈烈的爱情 你想要的 只是一个在平淡中守护你的人 冷的时候 他会给你一件外套 胃力难受的时候 他会给你一杯热水 难过的时候 他会给你一个拥抱 就这么一直陪在你身边 陪你走过每一段路 度过每一个关头 爱不是轰轰烈烈的告白 而是平平淡淡的相守 故事讲完了 我是爱惜 点亮频道的小铃铛 下一个更精彩的故事 恭候您的到来